疫情之下大家脑筋动得非常快 有旅游车对业者为了拼自救 研发出一种叫做云雾的消毒系统 从游览车的空调系统 可以喷出消毒液的雾气 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全车消毒完毕 也可以运用在有空调设备的室内空间 目前全台湾已经销售破了摆台 意外挽救了一成业绩 消毒液从游览车门边启动喷洒 老板上车之前全身先被消毒一遍 而游览车内部当然也不能放过 原本游览车都要像这样子拿着酒精 来进行全车的消毒 但是现在有业者推出了 只要按下一个按键 云雾就会从冷气口跑出来 这样子全车就会直接进行消毒 冷气一出风口冒出白色云雾 弥漫车上各个角落 连音响设备和麦克风 都在不知不觉中杀菌完毕 疫情期间旅游车队公司 发明云雾消毒系统 标榜两分钟内就能全面消毒 譬如把手 椅背 椅套那些 都是一个接触点会感染的地方 经过我们这个云雾消毒以后 基本上细菌可以达到90%以上的消灭 国外的学生回来要去到高雄 台南的防疫旅馆通常都会以我们为主 消毒系统不只可以装设在游览车 还能装在其他商家企业等 有空调设备的空间 目前已经销售了100多台 也在没了旅客之后 替公司稍微挽回一成业绩 疫情下业者推消毒设备拼自救 另外还有空气清净车公司 推出移动式消毒灭菌车 可以把受病毒污染的空气吸入杀菌 防止公共场所传染 毕竟在疫情紧绷时刻 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各行各业都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东森财经新闻 李某山杨超成桃园采访报道